我们这边来看一下ACD对阵积极的第三局上半场 里奥的回忆 那这边的话夏哥从他的班位看得出来 就这个是要打破轮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 先知这个点其实可以搬掉的 其实先知这个点是可以搬掉的 他上来是搬了昆虫 然后机械加一个祭司好像是 最后搬了手前锋 我觉得先知这个点 而且他第一波没有搬前锋 然后这边没有选前锋也蛮奇怪的 守木 但是球者这边这套阵容拿出来 其实也蛮针对破轮的 找到了昆虫 找到了囚徒还不错 上来刷点找到囚徒 插眼破轮 然后带风窗的这边窗一封 你这边板子一下 我这边跟着踩板来追一刀 板子都不踩 这个可以 压到了 不错 这波的话 这个斯币为什么要评属于6 我只觉得那个小摸 小摸被窗被封了 窗被封了 哎呦没管到 这边 可以 就解说破轮的局其实还蛮难解说的 你怎么说 还行嘛 他这边先知有鸟的 手里面还有手电 鸟给上 打一刀 要不被关先爆了 反正下一波 不能爆 爆的话要内神爆了 爆的话就加不定停不到哪了 但是你不爆 我觉得爆了以后再滚两下 然后再一波爆 你现在太耽误时间了 那你现在跟上去 你只能堵 你夹子准嘛 那你夹子不准呢 夹子不准 要交个电 对吧 这边 好 准了 万一夹子不准了 那也行 你这一嘴 那也行 四抓的 四抓的率很高 29点几 有这么高吗 第一他已经修掉了 32的四抓率 你就这把赢的赢的概率在50%以上 这大老师给的这个数据 他一看就是可能 可能性上 对啊 我觉得这个局就平 我觉得 他把波并都难 他把波并都难打了 是啊 这什么人在这边 跟你蹭一蹭玩一玩 来 卡到死 卡到死 他这里差不多了可以出来了 他这个救人快 这个救人快 打一刀 救下来 26 他没闪 26 没闪呢 这边已经那个二阶了 细穴已经出来了 滚一下 细穴悲观一套收走 这点不好滚 这个点我觉得封完窗 哎呀 他这下其实皮皮 哎 对对对 他应该先把这个窗给封了 滚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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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到就啥也不说了 滚到呢这边 还不赶紧带走 这是一台遗产 这样的话 这台遗产 拉走了 这是我们的遗产机 那那那那 可能人家想要保平了 不要了呀 这个人 傭兵被通缉到了 这边皮皮箱要赢的话 他只能滚出去去找这边 哎 傭兵来了 傭兵了 要救 这波通缉到傭兵了 啊 通缉到 但他这里是想要杀手 他应该只是冰铲子吧我觉得 他应该是过来骚扰一下嘛 给你整个刺再回去 你不会要杀手 哇 都吃了 刺啊 好漂亮 悲观 等你囚徒套薄面 套薄面之后 我再去内阅啊 对 而且他他这边可以把这个守门人挂上 可以再通击一手的呀 他这边万一通击到 找到囚徒了 是有风险的 我觉得其实这波是有风险的 我也觉得 因为他差一台级了 他这个摸在手里还有个电 是有风险的 他这边戏谓CD是没有的 他这波切过来的话 囚徒手上面有电 人拉开 手脸 烧了 哇 再滚一下好了 那也行吧 这里没人能保 不一定 还能溜 还能溜 躲 好 把这个电了 他弹给了电了 没有 他 哎 那他这个范围大一点 人家的范围大一点 什么人能不能摸起来 什么人能摸起来的话还行 他这边还有根铲子的 摸起来了 那还行还行 差一台机了 而且这台机机在修了 追守木 守木这边最好提前交产 对 直接交产 对 直接产 不给你机会 还是一个大概率平局吧 已经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 差不多了 这波人类的速度 他现在不是 现在下个要赢 只有一个机会 马上开加速过去 把那个先知给秒了 先知秒了守一台遗产 有机会 他这边最佣兵的话 感觉有点难 你已经够了 对啊 他刚才如果滚过去 电击不够的 先知那台才60% 对 抱一手 就把囚图非常稳 囚图就不出来 守木人不出来 对对 我就不出来了 这台机待会留给队友修 我不出来了 对我就不出来了 他这边还可以 守木人还可以翻个箱子 找先知 先知我用命去修 这里有机会的秒先知 但秒的先知那边机子修完了 用命开始翻箱子了 守木人也可以翻一个 就台机在哪 就守木人这台呀 不是这台 小木屋的了 是小木屋的吗 小木屋的小木屋的应该 守木人这边翻了一个魔术棒 不是我以为是这台 因为我刚刚 因为守木人刚刚在修这台嘛 这个是 可以亮可以亮可以亮 还有个互币的 对吧有机会呀 我觉得平局没机会 我地窖在脸上有机会 你说三跑啊 三跑 傭兵还没赶过去 而且他这边好像没有想往地窖这边走啊 他干嘛 交了一个魔术棒 他交这个魔术棒 加住好 倒地 门开了 这个魔术棒交了有点懵 反正平局也够了吧 对于他们来讲平局也够 挂我虾哥 两人别走别走别走 让他逼他过去 对别走 他如果能 交自己的话有机会 这不应该有人藏一下的 藏一下他以为有个人还在外面 他会藏一下的 这时候 但人家我们是上帝是假 人家不是上帝是假 这个自己有点慢 你带有这种想法 想法就是藏一个 他能保平保平也行了 我觉得 你有没有觉得虾哥那波他如果说当时不去追这个守墓 他打那个 打防守 然后佣兵来的时候把佣兵打残了 这样的话外面就是挂飞 那个囚徒以后外面有两个残血的 这样的话第2波节奏会起的更快一点 会不会好一点 就是他他不是那个守墓人救完第2波佣兵来救吗 那波他不是追出去把那个守墓给杀了吗 对吧 他那波如果说防佣兵追着佣兵打 然后这个那个 囚徒是不是走不了的 但是佣兵他追着佣兵打当时滚一下佣兵然后打一道佣兵 那佣兵是不是残了 佣兵残了以后 等到囚徒挂飞以后外面是不是有两个残血 一个那个守墓人一个佣兵 哎呀不是你上面这我就乱了你说啥 就是给囚徒打倒之后 然后佣兵是咱们 都男嘉宾的